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再丢第二个硕士学位 中华大学在今天公布审议结果 认为他抄袭情节重大 决定撤销他的硕士学位 并且公告注销他的学位证书 而最早揭发他的国民党议员 王洪威则要总统蔡英文 桃园市长郑文灿跟参选人郑运鹏 向国人道歉 认定林志坚均就本案硕士学位 认为论文之写作 确实存在抄袭情势 且情节重大 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并公告注销其学位证书 中华大学这个决议 让前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在短短两星期内遭到双杀 台大中华两个硕士学位都没了 一路在沙挺林志坚的 蔡英文 郑文灿 郑运鹏 要出来道歉 因为林志坚没有清白可言 要求向国人道歉 六月揭发林志坚抄袭 并检举的国民党议员王鸿威 24号傍晚收到中华大学审议结果 再向竹科管理局喊话 林志坚事实上也已经确定的 他侵犯了竹科管理局的智慧财产权权 竹科管理局必须要去告林志坚 两份论文全被认定抄袭 林志坚虽然已经弃选桃园 但论文事件显然影响逐桃选情 尤其林志坚清点接班新竹市的沈慧红 冲击最大 蓝白在警咬要他俩出面给交代 我们认为沈慧红女士 是我依然要站在中华大学对立面 两位都要给出交代 蓝白同样诚信问题 尽管林志坚企图想在中华大学前退选直写 但又被撤销学位的结果 恐怕还是让绿营选情受到二次伤害 TVBS新闻组络不倒 民进党前立委郑宝钦布局桃园市长选举 荆棋传出他可能倒戈跟民众党 桃园市长参选人赖湘林合作吗 详细内容交给这间记者谢一轮 那接下来看到是在桃园的选战 是不是又要有其他的变数出现了 之前这林志坚因为学位的问题 论文抄袭 现在学位通通被拔掉了 所以他们推出了郑运棚 只是其实在民进党党内 还有另外一个人选 之前也不断传出 他其实还蛮想参选桃园市长的 也就是前立委郑宝钦 而且现在大家都说 很有可能会来拖党参选 因为现在又有一个传出的说法 就是他希望赖湘林来挺他参选 但是民众党赖湘林说 他已经经过党提名了 而且这几天就要准备来登记了 他是不可能退选的 但是知情人士就提到了 他很有可能会来循着陈景君的模式 也就是支持赖湘林 然后之后如果当选之后 就来担任他的副手 不过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其实民进党这边他们也说了 他们确实有找人来跟郑宝钦沟通 找了谁就是苏家全来出面协调 因为有不少党内的知情人士都说了 郑宝钦要来参选是一个常数 并非变数了 所以郑运棚可能要做好准备了 不过郑宝钦也提到了 绿营确实有找人来沟通 但是沟通了什么谈了什么 他有强调应该去问对方才是啊 林姓吴 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 上午三点开机家庭 法院在半个小时就火速裁定收押 法服律师没有做出意见陈述 而裁准理由 他聪明的外溢间脱逃期间 犯下杀人重罪 抢夺警枪跟超伤 有反复实施强盗之余 逃亡时还换了多种交通工具 随身更携带一本地图集 足以显示他有强烈的逃亡意图 杀死两名援警的林姓吴 遭法官裁定收押 积押理由有四点 除了杀人罪 还有强盗罪 他抢夺警枪又抢超伤 攜带刀蟹四处逃窜 犯罪嫌疑重大 理由二 林姓吴是明德外溢间服刑中的人犯 探清预期未归 脱逃期间杀警 变换多种交通工具南北逃亡 背包内还携带了一本地图集 以及犯罪之后 到校园清洗犯罪的痕迹 足以证明有逃亡灭政之余 另外凶贤 本来就因为强盗罪被判刑 这一次袭警 抢夺警枪 子弹逃亡时强盗超伤 有反复实施强盗之余 而鸡押亭 下午三点开 三点半就裁准 等于是一开庭检察官报告犯罪事实 提出生压的理由 法院直接裁定 法服律师应该也没有陈述意见 委任律师 就由法院会请 义务辩护律师 或者是法服的律师 在裁定上没有特别有记载说 他有做其他的抗辩 残暴杀害两名袁警 46岁的林姓吴被棋底 他是宪兵退役 早期宪兵要接受特殊的训练 包括夺刀 夺枪 琴拿术 近身搏击等战绩 这一些专业的训练 在他被袁警喷辣椒水之后 似乎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射动作 勒袁警的脖子勾喉 犯下死刑 无期徒刑 或五年以上之罪 从逃狱 偷车开始 一步错 步步错 TVBS新闻 徐季红 顾索昌 台南报道 两名年轻英勇的园警 惨遭杀害 引发民众的不舍 而警察局长方阳林表示 一定会给予英勇园警 最优辅恶 内政部长徐国勇说 初步估算两人的辅恶金 应该在2800万到3100万元之间 民权派出所前 陆续有人赶来献花 不舍年轻英勇的园警 殉职 从高雄搭火车赶来的年轻女生 忍不住落泪 就是保护人民的安全 然后很幸福这样 就觉得我想要去送花给他们 就至少可以表达一些 我们对他们的尊敬 附近的店家更是感念 两名热心远警的帮忙 客人有些东西不见或什么 然后有些小事情 都会去帮忙我们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他 派出所前 悼念的鲜花越堆越高 要向伟大的远景致敬 甚至还有小学生 以注音符号写下不舍 说自己长大也要当警察 谢谢警察叔叔在我睡觉时保护我们 出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 发生这种事其实真的很难过 可以说因为其实对于警察 这个执勤的使用枪力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被关注非常多了 他们还要担心说今天开出的那一枪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 远景殉职民众心疼 局长也哽咽 强调一定会给予最优的抚恤 在座的扶恤也挽回不了英勇的远景 保护警察执法安全 仅限使用条例修法刻不容缓 PVBS新闻顾索仓 台南报道 蔡政府就任六年来执行了两件定业死刑 可是三名杀警案的死囚 都因为申请宪法审查而判不了枪决 向县永交易资政记者谢一伦 在台南发生这一起杀警案件 现在嫌犯林姓吴到底会不会被判死刑 也都被提出来讨论了 但其实目前在监狱当中 还有38名的死囚都还没有来扶法 最主要原因大家都也开始讨论说 怎么为什么还没有赶快执行 尤其其中有三个人 他都是涉嫌杀害警察 其中第一个也就是台湾首起的杀警案 王幸福他其实是在2006年的时候被捕 但是他在2011年就已经判处死刑了 但现在他还在牢狱当中 另外一个就是萧欣财 他同样是因为蓝查的案件 杀害警察2005年也被三审判定 死刑定定业 另外一个就是在2009年 王柏英他同样目前都还在监狱当中 但是他们三个人都已经被关了将近一万多天了 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来执行枪决 法务部长蔡清祥他也提出来了 其实能执行的都已经扶法了 而现在这些人为什么还没有来执行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再审或者是非常上诉 甚至有人还提出了宪法审查 所以才会造成目前圈塔还有38名死囚都还在监狱当中 而训职远警曹瑞杰的叔叔 案发后第三天首度露面说出了家属的心声 除了希望保障基层远警执行的安全之外 对于明德外议间说嫌犯是御驾未归的说法相当的生气 说这根本就是泯灭人性在家属伤口撒盐 真的已经够努力了 训职勇警曹瑞杰的叔叔首度露面 沉痛的说出家属心声 遇到危险的状况可能 在一秒以内或是零点几秒 就有可能会生故或是重伤 而托明城的姐姐则是透过立委成庭妃转述 当下哭着说出弟弟当时有多应用和歹徒搏斗 你现在有看到那个主动脉被割了 喷血了大概一秒钟就昏了 对可是他弟弟还是继续在跟 用他的意志力在跟警方 在跟那个歹徒在搏斗 被休闲林信武狠狠勒住脖子 远警图明城被砍了17刀 左警动脉被切破 警静脉也被切断 肋肩动脉跟诱上肺液被刺伤 而另一名殉职勇景潮位结 则是全身38处刀伤 其中较重的伤势在胸部有深度刀伤 嫌犯如此残忍 明德外衣间却说他是御驾未归 家属真的难以接受 通批明德外衣间玩文字游戏 御驾未归四字 预防又再解释一次 我们最主要还是做事实来做说明 他的确是放假没有回来 那我们照外衣 说我们很要探视办法 还有外衣的条例 相关的规定来做通报 案发后第三天 涌警图明城家属前往派出所收拾 但过程中一度忍不住悲伤情绪 难过的放声大哭 最后在同人陪伴下将遗物带回 留下空荡荡的座位 TBS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 御驾未归殉职员警家属认为 这种说法是在伤口上撒盐 而法务部长蔡清祥今天说 不管是脱逃御驾未归 或者是从监锁里面脱逃 都是犯脱逃罪 会送地检署整办 我们更应该要做的就是痛病失痛 该修法的我们就立即来修法 该检讨的我们也应该要立即检讨 利用中常会赶紧来灭获 不止警械使用条例 还有检讨外一件标准 毕竟矫正署长 前一天这番话惹怒众人 偷逃跟我们返家探视的是不一样 返家探视是他回家 以后没有准时回来报道 偷逃是在外一间直接就跑掉的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更在练书开酸 这真的是他看过最离谱的文字游戏 居家违规的然后预众跟办 到最后结论还是偷逃罪论 这个因为这个是法令的规范不一样 不是我在玩文字游戏 解释是程序的差异性 法务部长蔡清强则说 无论如何都是逃脱罪 但林信武杀害两位警察 废不废死也再度成话题 总统支持杀警死刑吗 还支持废死吗 总统没回应 但网友融入废死联盟脸书 痛骂他们则发声明说 不评论调查中的案件 更说不希望再事实真相 尚未厘清前 轻易评断大家都不确知的事情 废不废此的战火 也延烧到新北市长选举上 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家要守住 我也支持 从众量刑 适审世界 目前我们的法律 就是有这个死刑的规定 我们也是必须要依法来行政 作为政国会的代表 林嘉隆与立法院长 游锡坤呼吁杀警要判处死刑的说法一致 随着害人刑案发生 死刑话题再度引发讨论 TB新闻红福华 六听听台北报道 台南杀警案引爆 国人重视外议间制度 国民党北市议员徐巧新更抨击 民进党会放宽领选资格 为的就是绿营大咖李清福 说他因为修法也成功申请外议间 也替报李清福 接受监察院长陈菊的依赖 有陈菊代理人之称 台南杀警案凶贤林信吾 原在外议间 政坛喊着要检讨领选标准 但难以爆料两年前的修法 有绿营主导 所以当时在外议间的条例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来了版本 因为在立法院里面 民党是执政党 他是多数当场被否决掉 最后通过的民进党版本 针对累犯部分调整 本来累犯都不能参加领选 改成若前案为售六个月以下 有期徒刑者就不受限制 但就议员越想越奇怪 都是说贪污犯 不可以参加领选 然后被民进党封杀了 所以我就很好奇说 这个这么突然的一个修法 是不是有要为特定人量身打造 果然很快就发现 有一个民进党高雄的大地方大佬 叫做李清福 从疑似在2020年拍的这张照片中 陈菊旁边穿黄衣的就是李清福 受陈菊高度依赖 陈氏民进党中常委 高雄县党部主委 以及农田水利会会长 过往经历紧扣高雄 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 但曾因赌博罪遭判刑 2017年更因贪污罪遭重判 十年徒刑 提案的四个 邱志伟 邱毅 徐志杰 他们全部都是 民进党在高雄的立法委员 2020年就有一次的机会 那李清福他就申请 然后通过了 徐晓欣质疑 万一间修法是为自家人解套 提案日委急忙喊冤 一个法院要修改 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他经过一堵二堵三堵 他经过才会心脏 那也不是说为了某某人 或者个人去做修法 之前所提到的修法 是针对量行轻微的累贩者 应该不能够没有比例原则 才遇防判 这完全是结构倒菜的 直呼指控不实 不想再让改革大旗染上阴谋论 TVB新闻 朱光宏李怡婷 台北参谋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率 市府团队到议会 国民党团报告 国民党议员平平 刀副市长黄珊珊 为什么没有来 不过柯文哲随口说 可能是在打包 反而让议员更生气 今天为什么黄国市长 没有来 也没有 他跟他打包 他跟他打包 为辞职参选 收行李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没去议会国民党团 听到市长柯文哲这样说 议员更气了 其实黄珊珊中午 适应福伦社之邀 演讲才告假 但他身为准市长参选人 跟国民党蒋万安 私下角力难分难解 一缺席 当然立刻被盯上 不过议员对柯文哲 更火大 一连好几度拍桌 秦慧珠狂飙火气 其他人也有战力 所以他们就是 不知道自己党主席的丑就对了 市长你预计 这个会有多少人参观 市长我可以问你 你问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来因狂轰柯文哲市政缺失 难道是因为国民党 北市党部主委也列席 明明是市政报告 党部主委却跟柯文哲排排座 被指引是来盯场独军 克水主辩 如果他有什么不礼貌的行为 或什么的 我们就忍耐一下就过去了 而疫苗采购的合约掀起 蓝绿白的争辩 不止国民党 北市长参选人 蒋万安连日猛打资料被遮蔽 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表示 机密内容如果公开 可能影响未来买卖疫苗 到国际上 让北市长柯文哲也大酸 讲谎话之后 就会再讲100个谎去掩盖 呼吁陈时中直接公开 从高端开始公开 他愿意吗 他敢吗 久为现身立院党团记者会 蒋万安满腔怒火 为了疫苗合约保密争议 和陈时中隔空交战 图黑的包括疫苗价格 进货其成和采购数量 身为疫苗调约小组召集人 讲完不满陈时中 把锅甩到自己身上 更爆料在合约中有例外条款 明定政府机关包括国会 若想调约资料 卫福部只要通知对方公司 就应该提供 这话说得酸但不止蓝营对疫苗资料保存 看不下去 蓝绿白光是疫苗 这题就打不完 TVB的新闻 何佳阳朱光宏 李平以李婷 台北参谋报道 日前批评过陈时中的前总统 陈水扁 则是灭火改说 陈时中将成为民进党第二位台北市长 相信有用再交给议论 选举已经进到了倒数阶段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就被提出来说 当初是不是有点一心二用 尤其前台北市长陈水扁 他也针对了陈时中 是不是好像有点辞得太慢了 因为可以看到他在7月13的时候 才宣布参选 但其实早在去年底 就一直有风声传出来 陈时中其实就是要来选台北市长 而且更可以看到他是在7月22号的时候 又有一本新书来发表 所以陈水扁就在一个专访的时候 提及陈时中 这是不是你明明已经被蔡英文 早就轻点要来角逐台北市长了 但是却辞得太慢 根本是一心二用 一下要防疫 一下又要来写书 而且在私底下 也不断的在准备要来参选的这些动作 所以他就说了 当指挥官还要编写自传 当部长又想选市长 而且就在这个疫情正严重的时候 他还讲出了 他一万具的尸体实际而上 而这样的说法一传出来 大家也就在抨击陈水扁 你怎么说出这样子的话呢 你明明不是也是应该要支持民进党的吗 所以他最后又赶快来改口 他说陈时中应该是民进党第二位的台北市长 而且他的能力要来当台北市长 应该是绰绰有余 而且他也说到了 当指挥官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小瑕疵 但是应该瑕不掩瑜 赶快来改口 就是要表达他力挺诚实中的态度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